这次月泉石出现在7月28日凌晨,可能是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月泉石,于28日20时24分发生初亏,60时19分复原,期间约1小时44分钟,月球完全处于地球阴影中。 这次月泉石的时间较长,与月亮恰巧位于远地点,与地球的距离比较远有关,月变修德,月变省形,星变结合,日时和月时都是很普遍的自然现象,但在中国古代传统中,它们却是极为凶险的天象。 一般这种情况下,国军要换上束缚,停止娱乐活动,降低下施标准,临时住在天房中闭门思过,甚至还要下罪几兆,广干征求臣民的批评建议,采取顺免罪犯,减轻负税等具体措施,已是悔改的诚意。 如果这次月全时到古代,那皇上可要受苦了,现在和气发达了,我们都知道日时和月时的形成原理,都是由云光的直线传播,日时是在统一直线上的太阳,月亮和地球之间,月亮把太阳光挡住,这是地球上的许部地方。 即使是白天,也看不到太阳或只看到残缺的太阳,太阳完全被遮住称为日全时,遮住部分称为日偏时,而月时,是在统一直线上的地球把太阳光遮住,日时在晴朗的夜空,月亮也变得黑黑的同样月时,也分月全时和月偏时。 虽然不像古代理解的那么荒谬,但是这些罕见的天文现象,的确对我们是有一定影响的。 根据对近代中国境内发生日时的研究,历史上发生日时的年份,即前后往往有大的灾难发生,并且连续发生的次数越多,灾难越大,再没有证据能证明,日时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。 然而这种自然现象已经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严重影响,虽然这些天文现象没对人体造成直接影响,但是它造成的心理影响,给人体间接带来不好的结果。 到时候,城市地区的温度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,而且城市时高空的电子减少,对无线电会有影响。 比如说,无线电话或者是未经导航都有影响,而7月27日还发生了火星冲日现象,大冲则在7月31日的下午3点50分。 不知道大家对今年频繁发生的天文现象有什么看法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